接下來讓各位繼續練習 低頻15 長成這樣 然後呢 它條件給的很少 它只有告訴你那個右手邊的I0是3A 上面那個有個I1是1A 然後也只告訴你說電池是3V 然後有一個R1是1Ω 然後其他都沒有說 那個R2跟R3多少也沒有講 然後就請問你 流金R2的電流 流金R2的電流是多少 然後呢 請問你A B兩個電位差 跟R2 R3的電流是多少 然後呢 這樣子做 第一個是R2的電流 就下面那個電流 B連的下面那個電流 那你要怎麼解決呢 如果你想用B等於IR來解決的話 你就需要知道電壓 問題是 你只知道總電壓 你那個R3的電壓也不曉得啊 所以感覺會有一點麻煩嘛 如果你要這樣做會有一點麻煩 那要什麼別招呢 我講過了兩招嘛 一招叫做V等於IR 一招叫做什麼 找病聯串聯的想法對不對 OK 那個出來的總電流是3嘛 那上面那個是1A嘛 那請問你下面的幾安培 那利用那個病聯串聯的想法 你就會曉得啦 你就會曉得要多少啦 OK 停車 戰界問 這位叫做35號 35號 35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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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答案叫做2安培 剛剛講過了嘛 要用V等IR應該有點困難 因為你少V嘛 但是他知道 R1跟R2是病聯 然後變成總電流 總電流就是所謂的R3電流 或就是I0電流 然後病聯的時候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嘛 所以要加起來 所以答案算出來就是2安培 所以答案就是2安培 解決 下一題要問你AB2點的電位差 AB2點的電位差就是R3的電位差 R3的電位差 如果你想要用V等IR做 如果你想用V等IR做 那你就表示你需要知道R3的電子 R3的電子 他沒有告訴你R3的電子 那我怎麼去求 那如果要找病聯跟串聯 就是左邊的病聯 就串右邊的R3 變成所謂的全部 那麼串聯的時候電壓要相加 那如果我要知道右邊的R3 我就要知道 左邊的這個病聯 你有辦法求左邊的病聯嗎 公式叫做B等IR 你有曉得I跟曉得R嗎 然後呢就可以帶進去 然後如果找得到我就可以解決啦 OK A加B等於C嘛 如果我A知道C知道我又知道B嘛 OK 問題是那個A你會曉得嗎 A你會曉得嗎 然後這個應該是幾伏特勒 應該是幾伏特勒 OK 我們 這一位應該要找的叫做1號 1號 你的答案 面對我微笑 男子安大丈夫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你坐 我跟你講說你要用V點I有困難 有困難 但是串聯的時候 左邊的病聯 加上右邊那個R3串在一起 變成所謂的全部 那串聯公式是要相加的 電壓是相加的 所以 AB加BC要三 那問題是我要求的是BC 那我的 我要求的是AB 那我的BC呢 BC就是病聯嘛 病聯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那上面那個不是有電阻也有電流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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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那邊不是有電跟電流嗎 那我就可以求電壓啦 所以公司要V點I R 然後呢就用這邊去求啊 喔 算出來那邊幾伏特 所以上面有一伏特 那上面有一伏特 那上面有一伏特 然後下 然後加上旁邊那不知道幾伏特 會變成三伏特嘛 所以呢 加起來 我們就知道 它應該是兩伏特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是兩伏特 所以 我們就知道它是二伏特啦 好 那請問你 R2的電阻多少 如果你想要帶R2的電阻 你就要 一個方法就是用V等於IR做 如果你要用V等於IR做 你就要知道誰 你就要知道I嘛 你就要知道V嘛 V剛才算出來了 因為你剛剛算出來前面那塊嘛 你剛剛算出來上面那個是幾伏特 下面那個幾伏特 是一樣嘛 那I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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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我們剛剛不是有解決過了嗎 那就答案就會呼之欲出了嘛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我不要 哇 哇 我都放那麼高了 這臭會死啊 走到這個4號 沒有了 9號 9號 真的假的 9號 9號 沒關係啊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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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我要巧克力 沒有跟巧克力就死定 9號 啊 多少 1.5 0.5 請坐 你答案是0.5 好啦 我們講過了 R2的電阻 要用R2的電壓 用R2的電流 R2的電壓 剛剛算出來那個電壓 就一伏特 我剛剛過程中算出來電壓一伏特嘛 剛才過程中算出來電壓一伏特嘛 那電流就是 怎麼辦 2安培前面算出來過的嘛 所以往裡面帶 就叫做0.5 0.5 解決啦 OK最後 R3呢 R3的方法 如果你前面都算完了 都算對了 R3就有一些不同的解法 比如說 我們有了總電壓 我們有了總電流 那我們就帶總電阻嘛 然後總電阻是左邊加在右邊嘛 都知道嗎 R這個也知道了嗎 R2也知道了嗎 R1也知道了嗎 R1也知道了嗎 就可以算總電阻了 那就做解決了嘛 這也是個方法 不然你就回到我們R3嘛 你現在會知道R3的電流嗎 你可以知道R3的電壓嗎 我們總共幫幫 那就帶入一點 哎呀 就可以解釋 求出R3的電阻也可以嘛 所以你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以解決 對嗎 可以解決 那請問你 R3的電阻要多少呢 R3的電阻要多少呢 現在應該找一個帥哥男 有帥哥男嗎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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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電壓 R3電壓 R3電源 現在就是兩伏特嘛 全部是全部抽到兩伏特剛做過了 然後電流是三 倒數了三安培嘛 所以在運氣就是三分之二嘛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是三分之二歐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習武 再一次的讓各位練習 怎麼算電壓電流跟電阻 OK